你好,欢迎收看11月11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海洋县公共建设多见齐发 包含了图书总管 四维路改善工程 以及太平溪左岸一路通 而目前工程进度都超前 向饶庆林11号前往各工区视察 强调完工后 能提供便捷的交通路线 完善的阅读空间 要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 万丈高楼平地起 台东县立游泳池与图书馆的供购计划 历经流标多次 最终修正分开建设 县长饶庆林11号前往工区视察 图书总管全栋主体结构 雏形已成 工程进度超前约17% 渴望在明年底前完工 室内空间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原本怎么规划的情绪 比如说这是我们建築室 原本一楼规划的文创卖场的地方 架构的部分已经完成80% 剩下其实是部分的架构 以及大部分都是内部装潢的部分 过去因为车道缩减 导致行车不顺畅的四维路段 现在经工程重新分配分隔道 将交通路线拉宽拉直 并规划人行步道 提供台东女中学生上下学通行 同时也一路连接到了底端的海平公园 打造市区观光纵向景观道路 对于整条道路 它当作一个台东市区很重要的纵轴线 其实可以看到太平洋 我们认为对观光客来说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很重要的景观道路 除了四维路改善工程外 太平溪左岸一路通 任意北路段打通工程 也正如获如荼进行中 打通之后呢 我们不仅在任意北路有人行步道 那我们有慢车道 然后有快车道 那还有合体的这个散步的道路 生活品质提升 然后整个机能增加 公共建设 有关民众生活品质 台东县多见齐发 进度超前 展现高效率 期间不只要感谢 施工单位的尽心尽力 也多亏民众的包容与体量 才能让工程尽善尽美 对上大会台东市报道 我们不来说